胡人客场对战火箭的比赛备受关注 因为此前的胡人队已经遭遇了5连败 是触底反弹还是持续低迷 成了球迷们关心的话题 此一詹姆斯砍下32分11篮板 11助攻 更是上演了关键时刻连得10分的戏码 帮助胡人队结束了连败 而詹姆斯的NBA总得分也突破了36000分大关 成了NBA历史上最年轻的36000分先生 值得一提的是 胡人今天摆出了死亡无小的阵容 詹姆斯被挪到了中锋的位置上 看来代理教练也是无计可施了 幸好 微少今天一改连日来的低迷 17投10总 拿下24分12篮板10助攻的全能数据 在最后时刻抢下了关键的进攻篮板 连续助攻詹姆斯得手 安东尼同样站了出来 15投9中砍下24分 充当了一个优秀的接球投篮手 虽然胡人目前战绩不佳 但这一场胜利总算回了一口血 让球迷看到了希望 毕竟常规赛未过半 一切都还有机会 詹姆斯和微少都需要队友拉开空间 摆出一个大个子中锋显然用处不大 反而会造成进攻脱节 这次无小的试验 也相当于给胡人打开了另一扇大门 原来老詹打中锋还可以 这样的好处就是可以把微少 詹姆斯的冲击力发挥到极致 不过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期待下一场比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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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